接著請曾明中委員諮詢,尋答時間為15分鐘 好,謝謝主席 麻煩請院長,請蘇院長 您好,首先想請教您一個口罩的問題 行政院或者經濟部在政策上要不要增加N95的口罩生產線 那相關的時程或者產量是多少 或者可以請部長說明一下 請我跟委員報告 現在這個N95這個可以說是我們醫療團隊裡面的醫生最重要 所以說在這個N95醫療的需求的大 所以我讚美在這個我們的口罩會議 不是,我們又要求要增加這個N95的口罩 因為N95這隊 什麼時候可以開始生產 有啊,N95製造就有了 現在可以 有啊,我們製造就十幾萬坪了 OK,那一個月產量多少 現在四間在做 OK,好,謝謝 這比較費工喔 好 院長 首先對您這段期間的辛勞 有關防疫的超前部署 我本時表達高度的肯定 防疫上真的做得不錯 那你看 現在我們看看這個統計表 到昨天整個世界上的確認的案例 個案將近三十七萬 那另外全球還在直線上升中 所以政府未來有關紓困跟振興 面臨了重大的挑戰 這樣看法院長讚不贊成 OK 好,接著我們來看看 這個是央行提給財委會的報告 它裡面提到 疫情已經擴散全球 疫情將大幅削弱全球的經濟成長 衝擊的程度 具有高度不確定性 我們 我相信院長也尊重央行的專業 你看受影響的情況 經濟的情況 少的話 可能會減少GDP 幾乎的0.5% 多的話 會減少1.8% 所以影響非常嚴重 接著我要請教院長的問題是 現在對產業的衝擊 從產業面 從服務業 製造業 到廣大的勞工 從金融面 可能會產生 經濟的流動性問題 股市的下跌 股市的下跌 而且延燒的期間 可能會燒到第三季 第四季 那延燒的區域已經是遍佈世界各國 所以我要問 院長的問題是 假設這個疫情繼續延燒到第三季 第四季 其他國家認為還可能衍生金融風暴 我要請教院長的是 院長 疫情對整個經濟的衝擊 您 認為 是不是 重大的國安問題 對 好 來往後看 我也認為是一個重大的國安問題 那既然是重大的國安問題 那我要請教 到底現在行政院的所屬部會 有誰掌握到 對我國GDP的損失 可能會多少 當然講 GDP可能是0.5%到0.8%或者1.8% 那我要請教 行政院的哪個部會 有在預估 有在關注 對GDP的影響 一般會怎麼樣 最差會怎麼樣 最好會怎麼樣 到底有哪個部會 在關注這個問題 在評估這個問題 有沒有 有 誰 我們的主席總處隨時 都針對這些 來進行經濟預測 同時 總統也 特別 主持有關經濟國安層級的會議 而對於整個國際的經濟情勢變動 我也 總統也這樣 邀集各相關部會 緊盯隨時應應 謝謝院長 我要給你報告 主席總處 沒有在做 沒有在做滾動的檢討 跟評估 我給你報告 因為在財委後已經問過 主席總處 他史詩暗記 再評估GDP到底會多少 所以上個禮拜他堅持 還有2.3期 那另外請教您 到底 會影響多少員工 好 我來往下看更清楚 產業內的鍛鍊就算了 我現在請教院長 政府裡面有沒有在評估 這波疫情會造成消費大量萎縮 最好的情況是怎麼樣 公等的情況是怎麼樣 最嚴重的可能情況是怎麼樣 有沒有人在做評估 我跟你講 沒有 沒有人在做評估 沒有人做怎麼樣應應 這是第二個 第三個 員工請無薪假的時候 到底有多少 我問過許部長 他說要等企業來通報 萬一通報沒有通報怎麼辦 所以你有沒有評估 政府要不要評估 對這員工的影響的情況是怎麼樣 好 第四個 企業的 會不會有流動性的問題 我這個問題問過審部長 院長你不要太清楚 尤其是中亞企業 他的應收賬款短折90天 最長180天 這個假設這個疫情繼續燒 燒到企業 就會超過180天 會不會造成 117萬家的中小企業的流動性 最後一個 會不會造成中小企業的大量倒閉 院長 我跟您報告我這幾個問題 我是奉勸院長 要找專責機構去評估 最好的情況是什麼 中等情況怎麼樣 最壞的情況怎麼樣 有沒有因應措施 我怕現在的紓困 瞎子摸像 我怕院長哪一天醒過 睡覺 一天醒來 部會所長來跟你報告 院長 想問題嚴重了 這樣情況會來不及 我沒有騙你 我已經問過在各委會問過 沒有人在做 這種評估的情況 包括消費 包括員工 包括流動性的問題 真的沒有 沒有在做 最壞的情況 中等是最差的情況 來往下看 我要另外跟院長報告 剛剛也有幾個委員在質詢 紓困立法院的預算通過了 沒有配套 我請問院長 現在有哪個部會 對各行業進行調查 他說損失的情況怎麼樣 做回決策的參考 沒有人做啊 現在我跟委員報告 我們都定期跟我們這裡的紓困座談 甚至於工業局也都有去掌握 柴佑 在經濟委員你就要打討我 有座談沒有用啊 你沒有掌握到 你損失到什麼情況啊 不是 我跟你說 現在最重要就是紓困最重要 我紓困不可以抽贏 給他能夠借到錢 加一塊 利息比較多 紓困比較快 你的情況都不了解 什麼紓困 我跟委員報告喔 你不要打討我時間 我在經濟委員你這樣打討我 院長 另外 我很誠懇 這剛剛 總共五個這是配套 第二個 紓困 剛剛陳歐某講 講到重點 這問題不在金管會 在銀行為什麼 你假設紓困 所以我的建議是要訂定 紓困貸款的免責條款 因為假設你讓銀行 那有訂啊 免責條款 你讓銀行 紓困的時候 經濟部或許是訂 每個個部位都要訂 沒有啊 跟財政部跟金管會 那有免責條款 都要訂免責條款 這樣銀行才敢做啦 不然你紓困之後 他要有責任他人要敢做 所以希望全面訂定 紓困貸款的免責條款 第三個 希望請金管會 換款一期換款的認定標準 因為現在假設 中小企業 九十天講不出款 就列為一晃啊 列為一晃 他在 他在聯徵中心的信用就有問題啊 根本就動彈不得啦 所以必須研議 換款一期換款的相關認定標準 另外 希望各部會都有指定 單一窗口 來協助 協助紓困 而且 我要建議院長 你很有執行力 必須 行政院 對各部會 的紓困 必須列管屆中 院長有沒有問題 委員 你是專家 所以 我很尊重你的專家 在這裡 你對在野的角度 很勝利 又很研究 提出國中意見 你說我很專心疼 都沒有跟你打倒 有的委員可能不一定知道 行政團隊的運作 例如你就是說 都沒有在做還是怎樣 其實 連拜六 就大部 這相關部會的大集會 拜六 到前 我清楚 還有朱祺 等一下 這相關 最好 排版 會公佈 相關部會 就這 上海要做什麼 會很具體 向國人同胞報告 也一定接受 我們委員的感動 所以 有在做 當然 各方面 這具體的東西 排版就很出來了 還有 這些做法之後 因為疫情不斷變化 所以我們會因應 委員 你角度 你要專家 對在野的角度 如果覺得 對方做得不夠 全部完美 你投資後 我一定會主張 謝謝 謝謝應長 我在質詢 我真的沒有立場 我們希望院長 尤其您在主政 防疫的部分超前部署 做得很好 我也希望 紓困振興的時候 你做得更好 謝謝謝謝 所以今天完全是出於善意 所以我現在 我的想法是 因為現在 您剛剛講 當然 整個防疫的部分 有總指揮 但是 我是希望 行政院 你現在 誰在掌握 總體的情況 要有人啊 院長 你不能自己啊 你總要找一個政委 或者是 國華會 專責 不然現在各部會 各行其事啊 沒有統合機制 也缺乏總體的評估 院長我跟你講喔 那些東西 到底消費減少多少 金幣減少多少 沒有 還有對整個 對整個勞工的影響多少 沒有人做整體評估 滾動的評估 真的沒有耶 沒有啦 有啦 我有指定 還有專門 整個相關部的計劃 上面還有一個政委統合 有啦 如果說不定的時候 你就知道 OK 我們希望你做得很徹底 那隨時讓你報告 最好的情況是怎麼樣 中等的情況怎麼樣 最壞的情況怎麼樣 那能依據情況 採行相關的應用措施 還有喔 給委員 給你了解一下 不只這個 不只紓困和正心 我們這些公共支出 上次SARS的公共支出 所以我們要隨著經濟放緩 所以比較慢 現在我特別拜託 我們國化會主委 還有工程會主委 緊盯 這些相關公部門 甚至國營事業 這些可以做的 提前要做 所以這些 還有請 國化會不但緊盯 而且在管 而且還訂獎勵措施 我們這位就覺得這些都要做 好 謝謝院長 我是不是跟委員說一下 最後 我有一個建議 我希望 院長紓困正心的部分 要操權部署 因為你不曉得 這個燒多久 燒得多嚴重 所以我希望院長可以提出 我的建議 叫新三挺政策 什麼政策 政府挺銀行 銀行挺企業 企業挺勞工 這是過去有的政策 早在民國88年7月1號的時候 為了因應本土的金融風暴 把營業稅 百分之五 降到百分之二 百分之五 降到百分之二 一年 大概 兩百五十億左右 你讓銀行利用這些錢 拿來強力協助企業 企業 再來協助勞工 所以我建議院長 或許可以請同仁研議一下 因為你不曉得會燒多久 多嚴重 但是我相信 新三挺政策 叫政府挺銀行 銀行挺企業 企業挺聯工 我認為過去在實施上 效果很好 我建議您 先請相關部會 做研議 我這樣的建議 院長的看法怎麼樣 委員 這些東西 金融海嘯 所以挺銀行 挺那個 我們現在 比這還多一項 所以你現在 你會看到 才會這麼快 剛好在你這順後 我們拍板就可以發表 從整個各方面 都要照顧給你 就是我講的 好 謝謝